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小伙呢 是一位年轻帅气的霸道总裁 掌声欢迎 全场热烈 他弄个言本 不好意思 我都是红海 都搞得一传 那是西藏国 你就帮人冲出来的 全场热烈舞台 我跟你爱歌 大家好 我是宋明宇 今年22岁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 我的爱情宣言是 霸道总裁有点忙 年轻的姑娘你别慌 其实在范老师那儿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人间百态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啥呀 是这样的 刚才我走过去的时候 然后我的视线 一直是这样 直到二号的时候 就这样 因为我没穿高跟鞋 你知道在台上 站十个小时有多累吗 所以我没穿高跟鞋 其实你让他们 都穿平底鞋 你试试 没几个比我高的 你看看12号底下 垫块板呢 打凉 哎呀 你高 就是因为灭灯了之后 内幕都可以揪了 但是有一点挺不公平的小伙 因为你是三号男嘉宾 你们三位啊 灭的就磕我们这品开灭 是不是 就绕不出去了 感觉这灭灯区 好像跟九号 十六号那边就没什么关系 对 溜的都不往那边溜的 那好吧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小伙 宋明宇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0岁 你们都在做什么 上网逃课 谈恋爱 20岁的我睡过大街 看过馒头 想过自杀 我叫宋明宇 吉林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从上大学那天起 我就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 从最开始 把人家拍小广告被骗钱 到没钱交房租睡街头 再到公司没钱周转 现在在吉林和南京两地都开了传媒公司 去年靠自己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 在吉林也有四套房子 工作上我是一个霸道总裁 不允许手下工作出现一丝的事物 平时生活中我是一个打男孩 喜欢篮球游泳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篮球 汗水下来的那一刻 就是我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 我相信台制的女孩 一定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牵手了之后 异地恋的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跟我回来了 再告诉你 五号小云月 那个是什么让你二十岁就能有现在的创业这么成功呢 是什么 我觉得是兴趣爱好吧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做的领域是传媒 但是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个传媒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拍段子 然后做自媒体 做做做就是对这个行业有一些了解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和一颗坚持做下去的一个心 她从上大一开始吧 她就在外头挣钱了 你说她家说实话其实条件挺好 你做传媒做哪方面 做影视新媒体 那你是家里有投资吗 你从多大开始做这个的 我记得是在我上南京的第一年开始 那几年前 五年前 五年前 你是先在南京那边发展 然后再回来发展的 对 那今年二十一是吗 二十二 二十二 五年前 正常咱们大一咱们应该的学校学习啥 他大一他就除去了 在外头就是接触这些人 然后自己干买为啥的 十五号大元月 小伙儿就不管说 就是我肯定我感觉 我不是你那一款 就即使是的话 就结婚之后 你肯定得把我甩了 太没有自信了呀 现实中尊与你的小女孩肯定可多了 就各种各种类型肯定有 因为你就是大众欣赏 就是招风那种类型 大元月没有安全感啊 他讲的就是好多姑娘 可能跟你在一起就会没有安全感 他上大学之后 反正我真没见到他出几个这些 他一直忙着他那个事业了 由于他是我工作上的人 所以我不根本从认识到交往 我不会说把他考虑到 我的未来另一半的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大元月的意思 不是说你工作中认识的女生 而是说就是 你现在就正正经经的一个小土豪 然后你在外边 只剩是不少人追你 就例如你在飞机场上 肯定都有姑娘关于要违信 哎呀你说你这啥 就脑海当中这画面呢 电视剧都能出来呀 真喜欢你了 哎呀刚到机场就有人管她要违信 上了飞机旁边坐的也是个美女 还要违信 坐下了飞机空姐也要违信 你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就这样 你看我一想就是 就是我就感觉你这么有钱啊 来我们这个全城链找的 我们全城链的女孩 都是非常朴实那种 不是说就是家里条件多么好 或者怎么样 都是属于就是正常百姓家的孩子 然后我感觉你说如果跟你在一起了 你会瞧不起我们会怎么样的啊 我就是感觉你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你觉得他不打成心吗 是这意思吗 对我说你这么有钱的 你来这上面来 你是不是就是想做秀一下或者怎么样的 不是来成心找对象的 你觉得你来做秀来了 不是我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对象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东北女孩 我也希望未来我的另一半是一个东北女孩 再一个是我来这儿找对象 其实更多的并不是找条件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人 看一个人的心 我觉得既然来到全程热恋来找对象了 就说明他是有自己的 你是有自己的需求 和你有喜欢的这种类型的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东西 我不是那种很会浪漫的人 不太会谈恋爱 但是会过日子 对我来说谈恋爱是玩 逆问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一个人 但时间对我来说真的很宝贵 如果在我忙的时候能让我花钱 尽量别让我花时间去陪你 但是一旦我闲下来了 我也一定会补偿回来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惊喜和浪漫啊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认为的惊喜和浪漫是什么样的 我怕把它变成了惊吓 所以说在你的眼中惊喜和浪漫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男人一定要霸气 不能什么事情都听对方的 我接受不了现在女孩喜欢的那种 小猫系中犬系的男友 而且我特别讨厌女生有公主病 把一些小事花大事 大事花特别大的事 这种我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女孩的无底线的撒娇麦萌 你好 三水 我觉得最浪漫的事你不忙吗 完了又没有时间陪我 还得去见阿里的总啊啥的 你就给我快递 完了一个小兴奋 里面有一个浪漫的土耳其的机票就可以了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机票 最好带上东京和那个巴黎的也行 对对啊 三水最大 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就是想去土耳其啊 顺便看看东京和巴黎 是吗 不是 三水啊 你男朋友在南京签合同呢 你就去土耳其那浪漫吗 很浪漫呢 一日去啊 到时候完了你签完了就赶紧赶去 我先去一步 我怎么觉得说的挺悲凉的呢 啊